不过美国苹果公司不只是靠手机平板闯天下 旗下的周边商品专卖店更号称是业界最赚钱的零售商店 过去从来没有亚洲品牌配件进驻苹果专卖店 但是今年苹果发出的准卖许可证 却难得的发给了一间台湾公司 成为苹果第21家合作厂商 现在全球14个国家407间的专卖店都有台湾品牌的身影 而幕后推手就是总经理朱逢源 究竟中年创业的他是怎么样来成功打造全球知名的手机保护壳品牌 我们一起去了解 简单干净空间充满设计感 苹果公司只卖一款手机 专卖店的配件销售业绩却是一路长红 不过想赚钱得先通过苹果认证 过去发出20张门票从来没有亚洲品牌拿到 想当苹果的配件合作厂商到底有多难 细节考验不能说 因为他的公司是唯一让苹果点头的亚洲品牌 总经理朱逢源 中年创业 选择做手机保护壳 铝制金属外观充满设计感 颜色叫rosy cheek 还有不叫pink 因为pink的话大家想象空间会很大 什么叫pink 所以rosy cheek 就是小孩子脸上泛粉红的这个感觉 那一定是小baby才会有的很可爱的粉红色 定价最便宜也要49美元 却供不应求成功秘诀在于发挥自己特点 周星驰拍爱情片 或者林志玲拍武打片 他可能不擅长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这是你的主打的话 做一些自己不擅长 去做 简单讲就是你去玩别人的game的时候 而迷失了自己的品牌的独立特性 说来简单 不过创业得经过深思熟虑 朱逢源成立三人团队各司其职 赋予每项产品自己的故事 尽管有人说苹果销售正在萎缩 但他一点也不担心 苹果的financial report告诉我们 它的配件在同期跟去年成长的25% 我们的东西跟电话网关系有 可是跟配件本身跟生活关系大于电话 对手机市场充分研究 因此一开始产品就锁定高价精品路线 他认为创业者要想清楚 想做品牌还是做生意 更重要的是 你有什么 而是你想卖给什么人 做什么样的人生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 小学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